不管这个社会有多现实,人心有多复杂,善良永远是最好的保护伞,因为善良吃的亏,上天给弥补,因为善良受的伤,上天会心疼,上天不会偏袒谁,恶人作恶,被惩罚,善人行善,天看重,为人行善,上天看见,不择手段,上天宣判,多行善,多行善,多行善, 记得,四件事不要做,一,强人所难,俗话说,强扭得瓜不甜,如果你爱上了谁,就真心实意去追求,用自己的温暖去感动对方,而不是通过非法手段去绑架别人,真正得到的爱情,是两厢情愿,是一辈子都铁了心在一起,不离不弃,抢求的缘分不能幸福到老, 抢求的理想的不能硕果累累,比方说,你希望自己腰缠万贯,于是想方设法去算计别人,得到自己的利益,通过各种手段,取得了钱财,但最后总有一天,别人会惊醒过来,然后断绝和你的关系,让你走投无路, 更糟糕的是,你所得的非法财产,带来了牢狱之灾,人与人交往,要记住,该来的会来,挡不住,该走的会走,留不住,要顺其自然,好好珍惜,用真心换真情,人生路上,才能遇到更多的贵人 有的人,当面一套,背面一套,从来没有幸运可言,说什么,都是夸夸其谈,从来不经过大脑,也不会长记性,他答应你的事情,过后就忘记了,不放在心上,久而久之,口是心非的人,会失去人脉,失信于人, 口是心非的人,不会得到善报,因为信誉度很低,说什么,别人都不信了,慢慢就形成了众叛亲离的局面,爱一个人,是说一不二,是说到做到,然后才有两个人一起创建幸福的家庭,做生意,诚信试经,越诚信,越有口碑,顾客越多,朋友交往,答应别人的事情,都做到 才能算真哥们,因此,劝你别口是心非,否则失去了群众的口碑,做什么都举步维艰,三寸之舌,永远无法代替积极行动 三,不忠不孝,忠,是对国家忠心耿耿,对上级忠心耿耿,孝,是孝顺长辈,多陪伴老人,多关照老人,孟子说,老无老以及人之老,幼无幼以及人之幼,每个人都有变老的时候,如果年轻的时候,不孝顺老人,那么你自己老了, 别人也不会对你孝顺,要知道,一个眉目慈善的人,才可以得到更多的社会关照,一个凶神恶煞的人,好心的人都会远远的躲开 比方说,你曾经对路上跌倒的老人爱理不理,你老了,突然跌倒了,就别指望有人扶你一把,有国财有家,国家混乱的时代,估计你的家也不好过,都要到处流浪讨生活 因此,对国家忠心的人,是感恩社会,是用善良去看待社会,多做善事,然后才可以过上太平的好日子 4. 暗中使坏 暗中使坏的人,是阴险狡诈的小人,农村有句俗语,不叫的狗,会咬人,那些躲着暗处的小人,不作声,但最坏,一不小心就干坏事,让人防不生防 4. 因此,你千万别做暗中使坏的人,要知道是非曲直,公道自在人心,总有一天,你藏不住,要被人揪出来,贴上不知廉耻的标签,甚至被别人以牙还牙,以眼还眼,做人,要光明磊落 5. 千万别暗中使坏,白天不做亏心事,夜里不怕鬼敲门,好好吃饭,好好睡觉,好好说话,好好待人 6. 如果以上四件事,你都没有做,或者做了,但及时改正了,那么恭喜你 6. 往后余生,将成为福贵之人,即便处于人生低谷,也会得到别人的帮助,守得云开见月明,多行不易必自毙,害人就是害自己,帮人也是帮自己 7. 福源浅薄之人,身上都有的三个特征,希望你身上一个都没有俗话说,万般皆是命,半点不由人 7. 在很多人眼里,一个人的命运是天定的,其实,积极的人,一直相信,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,一个人选择了人生方向,坚持用汗水浇灌理想之花,哪怕失败了,也不气馁,保持一种平静的心态,再出发,老天也会眷顾他,赐予他力量,让他成为一个有福之人 7. 在中国一直有着这样的一句老话,人的命运从出生的那一刻起就已经注定了,虽然说这并没有什么科学依据,但是老祖宗留下来的话,或多或少都会有他自己的道理, 7. 人的一生中会有很多的原因影响着他的一生,但是性格和思想的影响尤其大,就是在这样的性格思想的影响下,他的人生命运也会产生意想不到的变化,很多人都曾说过你以怎样的思想和态度去面对这个世界,这个世界就会以怎样的态度去对待你。 7. 人的一生没有谁是一出生便拥有一切的,所有后来的都是自己争取来的,都说越努力越幸运,每天都在努力生活和拼搏的人,他的运气一定不会太差,而什么样的人最没服缘呢? 8. 就是遇事就抱怨,整天怨天尤人,不求上进的人,一个人的内心安静平和,温柔地去面对这个世界的一切,不争不抢,就会生活得很逍遥快活,很少会有太多的烦恼来侵扰他,我们带着善良和感恩的生活,努力地去做最好的自己,把身边的美好传递给他人,这样的人老天都不舍得让他去受苦。 福气自然就来到来身边,但是有些人总是在走相反的道路,每天都深陷在名利的泥潭之中无法自拔,而且还自得其乐,最后只能在名利的泥潭中越埋越深,无法自拔,不再有理想,不再努力,只是想着法子去占有周围的一切,这样的人服缘只能是一天比一天差,还不知反悔,抱怨老天的不够。 服缘浅薄之人,身上都会有的三个特征,看看你身边有没有这样的人。 第一,对人做事没有一点的耐心,这样的人做什么都无法静下心来,真正用心地去做,每天都极济茫茫的生活,却也没有一件可以做成功的,做什么都目的性很强。 往往刚开始做一件事,或者对一个人,就想要看到最后的结果,当然不会有结果来,就算在学习的时候,也只是想着快点学完,而不是想怎样学好,什么都没学到,自以为全部学会。 盲目自大,这样的人绝大多数不会有出席的,没有一个平和坚持到底的心态,如何为自己曝出一条长远的道路,所以他们的人生也会因为他们的性格受到很大影响。 第二,任何事都是以名利金钱为目的的。 在这个物质化的社会里,每个人都在追求利益,但是绝不能以利益为目的,在这个色彩斑斓的社会中只会迷失自己。 虽然金钱利益会带给我们更好的生活,但是我们的人生里并不只有金钱与权势,还有很多美好等待我们发现。 给自己留一份安宁,让自己得以栖息,又有多少人在追求金钱权势的道路上迷失来自己,带给我们血淋淋的教训,过分的追逐,使自己走上来违反犯罪的道路,到最后失去来所有。 这样的人怎么可能会有福气呢?就算有也只是一时的运气而已。 第三,贪图享受的人,每个人都在追求自己的幸福,但是毫不作为的享受,没有目标,没有理想,不求上进,只会一生无为。 并不是说人们不应该贪图享受,但是如果你在二十岁的时候过上来六十岁的生活,这样的一生意义何在? 不要因为一时的快活,失去了整个大好年华。 不学佛还好,亦学佛道诸事不顺,是什么原因不学佛还好,亦学佛道诸事不顺,是什么原因? 宣化上人开示要学好,冤孽找,要成佛,先受魔。 若不想学好,则冤孽不会来找,欲想学好,冤孽欲来找,欲把债务算清,因为从无量节以来,生生世世所造的善恶业夹杂不清,因此一旦想要修道,所有的债主都来讨债。 好像你本来是个普通人,借了很多钱,没有还清楚,在你未发财前,这些债主知道你没钱,所以不会来找,但当你一发财了,这些债主便登门来讨债。 为什么?因为你有钱了,若不像你要,就没有其他的时间要回,所以在修道中遇到逆境,应该更向前勇猛精进,而不退失菩提心。 所有的债主来讨时,还他们,就是将自己所得的功德,回向给冤亲债主们,令他们得到功德,而离苦的乐,乐生托死,我们不能扛债不还。 无量节来,有各种不同的因缘,生生世世不知做错了多少事,就是今生仔细想想,我们杀了多少生,做了多少不公平的事。 但是,对于其他众生来说,你或许没有杀大的生命,如是像马羊牛鸡犬等,但可能杀小的生命如青蛙、蚊虫、蚂蚁、苍蝇等,也可能你心里有杀念存在。 好像在小时候,因为无知,杀了很多小动物,小昆虫,这是无知罪。 一旦你将众生的生命夺取伤害了,若你想修道,他们都会来讨债。 这种债不是一个两个,而是无以数计,生生世世日积月类,这种债说也说不完。 所以我们不能不讲公道,说我修行了,而不认所有的冤业债。 你如果有这种思想,则永远不会成道,因为你心里不公平,心里若公平就要认账,还债就没事了。 故说,要学好,冤孽找,你好像一个爆发户,故所有穷朋友都登门来找了,都想得些利益。 要成佛,先受魔,佛是魔帮助成道的,若没有魔就没有佛,魔是来考验你,令你更进一步,所谓欲穷千里木,更上一层楼,这也是来看看你的火候够佛。 弱够,则千魔不改,外魔不退,不退施菩提心,欲在难处欲精进,一切恨逆交加皆处之泰然,不觉不公平,不怨天,不由人,能逆来顺受,修忍入菠萝米。 要有这种功夫,所有魔帐来了,不与魔起对敌,自己吃一点苦不要紧,自己发愿度魔,使其皈依三宝,法菩提心,对谁都不生怨仇心。 如此可化干戈为欲薄,化仇恨为祥和,应在反面寻找好处,行有不得,反求诸己,不要为自己做辩护律师。 无论什么事,真认自己错,莫论他人非,他非即我非,同体名大悲,同体一包刮魔,魔也是自信的一部分。 若自信有魔,就会引进外边的魔,若自信无魔,外魔就不会进来。 什么是自信魔,就是贪嗔痴,若无猫时晚,则不招苍蝇,魔鹰觉得你有点有水,它可以浑水摸鱼的些好处,故来捣乱你,显他的魔通。 所以人的一举一动,一言一行,都要老老实实,言必忠信,行必赌尽,不打妄语,如果怕认自己错,尽是附会过失,此非修道的行为。 必须要开诚不公,很坦白慷慨地做事,本照义理道德良心去行事,若与道德良心有不合之处,则绝不去做。 凡事修道人必须具足真正智慧,真正智慧,就是不会自赞毁他,说,你看我,我最第一,最清高,而他们却都那么贱,凡事自赞的人。 已经是没有前途的,虽然活着,但其实是已死了,因为他违背良心道德,看不起他人,只知有自己。 这是诸佛菩萨所最不欢喜的人。 若想得诸佛菩萨的欢喜与保护,则要严行一致,严固行,行固言,互相不矛盾,不要常夸自己如何好,但一做事就坏了。 修道人不要有自私心,自利心,要利益他人,不要尽损人利己,或看不起他人,每个人都应回光返照,照照过去的事,现在的事,再照将来,能念资再资,时刻不忘良心道德,时间一久,善根自然会增长。 菩提心将法大,而且会行菩萨道,利益众生,这是有连带的关系。 人不要怕魔,而退失菩提心,魔障是考验,好像学生刚开始读书,觉得课程很难,可是时间久,读得入门了,就又不觉得困难。 人从开始读小学,中学,高中,大学,皆有这种情形发生,所谓,不经一番寒彻骨,怎的梅花扑鼻箱,十年寒窗无人问,一举成明天下文,在修行时,不要尽想出风头,出家后,还求名求利,是最要不得的事。 我们出家之后,一定要认真脚踏实地修行,栽培修职福会,修福就要利益人,修会就要多研究经典,常做利益人的事,就会生出福德。 有人问要如何利益人,是否要用钱去做功德,不需要,只要你心里没有杀心,道心,邪淫心,打望雨心,不饮久了,这都是赔福的地方。 所谓,慈悲口,方便舌,有钱无钱都做得,你在口头上不骂人,不说粗言暴雨伤害他人,这也都是功德。 我们处处要习福,处处不舍福,处处修福修会,修福会非一朝一夕所成,而是时时刻刻,朝朝细夕,年年月月,都要继续做下去,不能一日报之,时日喊之。 你若是这样子,永远不会有进步,所以我们要认定宗旨,勇猛精进,不要向后退,这是每个修道人应该具有的条件。 我们下期再见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